稻穗越丰时,头边垂得越低 一旦仰望天空,则吸取着满满鲜活的正能量 真名稻民销售企业,致力将传统产业走入现代 于是找上大气,称我内敛作为设计主轴的杨云正设计师 希望将原本老旧的办公空间摇身一变为崭新开阔的工作场域 在接下这次商办空间改革任务的他 深入了解企业背景之后 将以稻穗的原生、自然的生态 活化每一处的办公事业 他们最主要是销售食用米的一个企业 标榜就是说他们是走健康、有机 那帮助农民去做的一个很接地气的企业 我一开始他们有问我说 他们现在的办公环境有什么想法 没有朝气、很保守 那这样的话对整个企业形象来讲说 它是相违背的 在使用现况与形象不符的状况下 设计会如何重整与规划呢 看到他们的原先的办公室 我们讲开玩笑是说 有一个历史痕迹的一个办公产域 就是非常的传统 那没有办法去凸显说 他们想要在企业里面做一些创新 我必须要在他们的办公室的规划里面 去找出一些比较新的思维出来 那这个接待柜台就是我们希望说 在办理一些文件的时候 不会产生距离 所以我们在那个吧台的高度 尽量是朝清和力很强的一个 人体工学高度去做 那另外就是说 我们从一进门柜台 特别设计了一个时间墙 它一进门就可以感受到说 这个办公室我们要讲究的是活泼 有效率的 我们提出来一些构想 就是说希望说提升效率 包括说它的整个作业的动线 所有的行政部门两边 都可以顺着这个动线 所有的部门从头一直到最后一个部门 可以跑完这个作业流程 重整后的动线能够流畅地串联每个部门 无形中也省下不少时间成本 而动线底端是最高决策者的办公室 延续倒随意向的大地色系 空间选择以规律的矩形与黑色细节 让此处空间能呈现格外的沉稳与开阔感 另一处的员工休息室 以咖啡bar的概念呈现 并让茶水区与办公区之间薄有弹性的动线 业务部门它的产品就是它诉求的健康有机 所以我们去使用的它的意向就是说 是没有经过雕琢的一个石墙的一个意向 建材的应用的时候就是比较自然的素材 包括说大量使用石木的元素 空间里面大量的采用绿色的植栽 它这样的一个跟所谓的稻米颜色是很接近的 跟他们在沟通的时候 他们有提出业务人员很多 我们在有限的空间里面 那我们必须要保留说像会议室 像主管办公室或接待区 我们有不同的思维就产生了 采用这样的一个穿透式的一个量体的设计的时候 小单位跟小单位之间 他们的沟通跟他们的讨论 是不会因为我的隔断去慢慢拉远的 反而是因为这样穿透式的设计 就可以马上去进入到他们想要讨论的一个话题 业务区社区隔间的概念 除了必须封闭的会议空间 采取开放式与穿透的设计 让使用频效增加 并以桌子的功能设计达到小组与小组间的区分 无隔阂的使用空间 让业务之间也可以产生很多良性的互动 而原本粗大地暗的量体 也使用黑镜包幕的方式与柜体结合 并在五行之中放大了空间 为了让员工享有更完善的设施 企业更增设多功能展演会议厅 提供一处教育训练 尾压等等的活动空间 杨允正设计师会如何规划截然不同的风格 带来兼具温馨质感与精彩迷人的视听震撼呢 客户他提出的需求 在这个空间要容纳的人数 其实他就是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的一个个底 所以我们用很多 包括说他客桌椅是用积木式的 可以最有效率地去运用 容纳最多的人数 另外就是说 使用的人可能只有五十个人 五十个人 我们只要给他五十个人的空间 包括说他的照明 包括他的空调 可以做到最有效的节能 怎么去有效地利用这个空间 所以我们在这个开放的空间里面 又去做了一些不同的一个格品的规划 舞台的设计是把不是很挑高的空间 是用这样编织式的层次 把这个空间把它跳脱出来 那另外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是说 他们在做活动 做联谊 做教育训练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把他们想要的画面 直接就投影在这个背景上面 企业客户他的同事 想象不到说 自己的办公环境是可以这样 跟他们认知是落差是非常大的 业务人员给我的回馈就是说 整个那种心态是一进门 就是跟之前不一样 就是完全都是年轻化的 活泼的 自然而然 他们非常可以容易去做这样的一个连结 这样的一个环境 虽然它是办公室 我们就是它的用材 它的任何一个角落 它在装修设计的时候 任何细节我们不能去放过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的说 我要不管是做任何设计 它是商业空间也好 它办公空间 现在是住宅空间 我一直要讲究的是说 它是最有人味的一个设计 以原生自然健康的道理挺直为诉求 杨允正设计师透过设计 将此番异想 一一融入在各部门与多功能展演厅中 期许员工们在革新后的办公环境中 能够散发朝气与活力 将倒随低垂的间忍不拔 以及昂扬的阳光能量 永续蔓延 想看更多杨允正设计师的精彩设计 请上网搜寻设计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民族